来自南方都市保播报 瑞幸咖啡终于做出了退市决定 北京时间6月26号晚 瑞幸咖啡发布公告称 6月24号瑞幸咖啡通知纳斯达克的上市资格人员 表明其决定撤回此前的听众会请求 并且不再寻求撤销或是搁置上市资格人员 将公司的股票从纳斯达克退市的决定 因此纳斯达克法律总顾问办公室 已经通知瑞幸咖啡 其股票将于6月29号开市时停牌 并且在所有的上诉期到期后 纳斯达克将提交25号表格的摘牌通知 据悉此前瑞幸咖啡已经收到过两次退市通知 5月19号瑞幸咖啡曾披露 纳斯达克首次向其发出摘牌通知 6月23号瑞幸咖啡发布公告称 于6月17号收到纳斯达克要求其摘牌的书面通知 原因是瑞幸咖啡未提交截至2019年12月31号的年度报告 截至6月26号晚23点 瑞幸咖啡股价暴跌近58% 每股为1.26美元 太多人これで、公共趟岩的蜘蛇 2.26美元 1.26美元 1.26美元 1.27美元